2021年4月5日 在美國那邊 他們的空軍嘗試發射一個高超音速的導彈 很可惜 這次的事件 失敗告終 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本來應該是一個 空射式的 要麼是戰鬥機 或者是轟炸機攜帶 然後Bios從那裡射出去 現在這次失敗是什麼呢? 根本是帶飛彈上天的B-52H的軍炸機 掛著飛彈上去 但脫不了架 脫不了 不可以發射 所以就失敗告終 本來原定他們想著 這個高超音速的導彈 可以在2024年伏役 現在已經2011年了 我們離開還有三年左右 而這次是他第一次嘗試 已經以失敗告終 所以我相信 他們的覆役時間 可能要推遲很久 而這個超高速的導彈 是一個全程滑翔式的 靠自己飛過去 這是第一 第二 我不知道他解決了 在空中 如何控制滑翔的技術問題 是微 因為他打算這個 以音速20倍的音速進行 在這麼高音速之下 前面會有 圍著導彈會有一個 高溫的 電離層 這個電離層會引致 一個所謂 Faraday cage的效應 因此 裏面的電子通訊零件 和外面是沒有通訊到的 因此 他如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未知 另外 因為這是一個Faraday cage 所以 光線都不可以通過 即是說 既不可以用 無線電控制 亦都不可以靠 光或是紅外光引導 到底 怎樣飛 不知道 我以後 現在這個暫時失敗 美國其實 空軍和陸軍 兩個不同的軍種 在互相競爭 做高超音速導彈 原因很簡單 兩個不同的軍組 他自己都希望為自己的軍種 搶更加多的資源 因此 不是合作 而是 互相競爭 很多時候 有人說 競爭可以少進步 有些領域 競爭的確可以 使到進步 尤其是 資本主義之下 你不要競爭的話 如果你是獨市 那些公司 為了追求最大利益 就會吊起來買 加到很貴 不能夠 普及 因此 希望引進競爭 將價錢推低 但是 在其他方面來說 根本合作 是比競爭更好 譬如中國的 扶貧 成果 很大程度上 就是 政府和人民 一起 合作 亦都中間包括了各種企業 才能夠 完事 所以其實 競爭 合作之間 取得平衡 是一個 值得相確的問題 但是 美國在西方 現在一般來說 他們只是集中 說競爭一定好 所以 空軍和陸軍 互相競爭 做超高速的 導彈 結果現在空軍這邊 第一次嘗試失敗 那麼 後力構制 如何 怎樣 不知道 陸軍 好像是有一點點進展 但我們知道 在 高超音速的武器之中 中國應該 已經是 帶頭 沒有了 而另外 它現在 試驗 彈頭的重量 非常輕 22公斤左右 沒有大殺傷力的 彈頭 如何把彈頭的殺傷力加大 我們不知道 混入了 跟大家報告了 美國 試了 射 一個超高速的導彈 不過 第一次發射 是失敗的 對